今天我们拿到了超级记卡 227天7个半月 90个雪场随便滑 一起滑滑雪 再聊聊Epic, Icon, Magic Park和2022记卡 你算算怎么样买记卡最划算 嗨,欢迎回来楚国山里人 我是一涛 今天我们又来滑雪了 还是索尔登 但是今天有点不一样 我们要去办超级厉害的记卡了 办记卡还是要开到山顶上去 山下的售票点没开门 冰川公路收费站可以买 在收费站可以买记卡 拿到水票了,可以上山滑雪去了 下车不下车差别挺大的 我们已经买好机票上到冰川上面了 现在机票只能在这个缆车站的售票处 以及山下公路收费站的售票处可以买 冰川上面雪还是很多 但是山下雪已经几乎化光了 这两天还是挺热的 但是现在冰川上稍微下了一点很小的雪 现在的雪况是10月初比较正常的 前几天9月27号开板的时候 那是一个特别罕见下的大雪 就是这个记卡 T号Snow Card 有效期可以从10月1号一直用到5月15号 一共有227天 7个半月的时间 我们通常也都是10月1号以后才会开板 正常来说 从10月1号往后 奥地利的5个冰川雪况都已经很好了 今天索尔登山上 冰川上的所有的缆车已经全开了 目前索尔登冰川上滑雪的人非常少 还是没有游客 全都是各国家的国家队和训练队 各国家的国家队都在这里训练 准备两个星期以后的10月18号 第一场滑雪世界杯 就在这条雪道特别特别陡 是滑雪世界杯里面数一数二陡的雪道 看起来非常陡吧 这就是T号Snow Card的宣传册 背面是T号的地图 以及上面所有能用的雪场 有90多个雪场 T号是奥地利的一个联邦州 也是阿尔贝山滑雪 雪场最集中的地方 同时也是世界上雪场密度最大的地方 可以仔细看一下这个地图 整个D罗尔这90个雪场 包括了4000多公里雪道 和1100多条缆车 非常非常多 今年的价格成人是850块钱 你可以在所有的这些缆车站的售票点 当场买到 你也可以在网上提前买好 他会给你个单子 你拿着这个Voyager到售票点 就可以直接兑换 速度更快一些 这个雪卡是我觉得 目前市面上有的雪卡联盟里面 含金量最高的 因为它包含了极多非常好的雪场 像索尔登 这就是一个 而且这里面有5个冰川 包括索尔登 Hintertux, Stubay, Pista和康纳塔 这5个冰川都是从9月中下旬就可以滑雪 一直有的可以滑全年 有的可以滑到6月份7月份 所以从10月1号到5月15号 这7个半月的时间都可以保证有比较好的雪质 还有很多特别出名的全山雪场 比如说像今年因为新冠更出名的伊士格 还有The Fals with Ladis 这个可能华人知道的很少 因为这个雪场基本不在对外宣传 但是它在德语区里面 算是非常非常知名 数一数二的雪场 以及欧波国格 Hopbogger和Malhofen Tillata 以及非常老牌贵族的Caseby 这些知名的雪场 我陆续也会拍一些雪场的攻略 感兴趣也可以留言 你们想看哪个雪场 这个雪卡谁买划算呢 850欧元其实也是挺大的一笔钱 像索尔登这种比较好的雪场 今年雪票价格大约是60多欧元 索尔登天票是62块钱 62欧元 B卡的价格大约是15 16天天票的价格 想要知道你买这个雪卡划不划算 就要算出你至少能划多少天 如果你是一个上班族 那你通常只能在假期划 也就是周六周天 以及公共假期和你的拿出来的年假 227天呢 其中包括33个周 就是33个周末 大约66天 或者可能有的时候多一个或者少一个周末 以及公共假期 像圣诞节复活节元旦之类的 整个大约有10天左右的公共假期 以及你再拿出你自己的年假 拿出10天或者有人能拿出更多一点15天的年假 这样加起来极限 你能划雪的时间的极限 对于上班族来说大约是85天 最多90天左右 是这么一个时长 如果呢 你想一想你热爱划雪的程度 90天是你这个运用这个雪卡的极限 那你是能划一半 还是能划三分之一 如果在这个极限上你能划一半 那大约就是40多天 那就非常非常划算 那你就毫不犹豫 你可以直接买 如果你觉得一半划不太了 三分之一应该是能划 就是30多天 30多天 30天左右的话 你可能就需要思考一下了 因为如果你不买雪卡 大约是划15、16天天票 但是你如果是买那种 一个星期连续的价格 还会更便宜点 还有那种从网上提前买 也会更便宜点 所以说这里面还有一个机会成本 如果你划的不足30天的话 我就建议你不要去买这个机卡了 那么怎么样才能提高你划雪的时间呢 就是比如说你每周 你都可以开车往返雪场 然后周五下班的时候 就可以开过来 周天划完了之后可以开回去 基本上如果你住的地方 离雪场不超过500公里 通常来说还是挺轻松的 就大概开车五个小时嘛 像德国这边从尼黑开到这边雪场 大约是两三个小时 从斯斯加特开过来 大约是四个多小时 这两个城市之内的 买这个雪票就非常划算 我有一些朋友呢 住在法兰 甚至住在科隆 他们也买这个机卡 然后每周这么往返 但是我就觉得那就太贫了 一般人就说不太了 他们可能要开车六七 甚至八个小时 遇到堵车时间可能更长 然后周五开过来的话 可能凌晨才到 这个雪卡还有可以 可不可以退 像遇到新冠或者受伤 这个雪卡是可以退的 这个雪卡十月份开始可以使用 比如说到十月三十一号 因为受伤或者新冠或者什么其他的意外情况 你可以返回返还大约百分之八十 然后十一月好像是百分之六十 反正就是依次往下退 最后一个是到二月二十八号 如果到二十二二十八号之后 再出现这种情况 就不能退了 像去年这个机卡是用到了三月中旬 它其实少用两个月 它采取的解决办法呢 是夏天你可以用它继续做这些缆车 就夏天来这玩 马上到了 我先去滑雪滑完了之后 再和大家继续往下聊 山顶上还是有风呢 太阳在云里像仙境一样 一份buck那边滑 沿过隧道到t分buck了 这边大太阳 铁矿极好 看看这个大宽的铁道 再聊聊这些年 因为便宜滑雪运动出的超划算的血卡 比如说Epic、EchoMagic Pass和国内的2022 最早呢是Epic出了这种特别划算的血卡 因为除了中国 几乎所有其他的发达国家滑雪的人数 都是在往下减的 大约十多年前 就出了Epic这个血卡 好多血厂在一起 把记卡价格变得非常便宜 尤其美国的天票价格又高 通常一个星期左右的血票 就可以买Epic Pass 这是非常非常划算的 近些年出的Icon和Magic Pass 也是这样极其划算 如果你住的 离血厂不算很远 可以开车到达 一个血计能划个十几二十天 那买这个计票就非常非常划算 这不是相当于如果华裔周雪买了记卡 后面都是免费化 对相当于后面 血卡都送到Epic和Icon 他们在南漫球也有合作血厂 像Icon在欧洲 连测马特也可以使用七天 Icon有十几个主的血站可以随便划 然后还有很多其他的度假型血站 可以选择比如说五天或者七天 其中包括很多南半球的 智利阿根廷的 还有好像澳大利亚新西兰也有一些 就是非常就一张血票 夏季冬季两个季可以用 就非常非常合适 Epic也是我有一些在国内的朋友 甚至也买了这些血卡 他们有的时候可能只会去划一个星期 还有就是瑞士三菱前出的Magic Pass Magic Pass是主要把一些小的血厂 集合在一起 然后让你提前支付买这个血票 价格也非常便宜 最便宜可以399瑞朗买到 但是这些血厂都比较小 之前有两个比较出名的血厂 一个是堪蒙塔纳 另外一个是扎斯费 但是这个血迹开始堪蒙塔纳 退出了Magic Pass 但是还有扎斯费 即使只有扎斯费一家 再加上那些小小的血厂 Magic Pass也是比较划算 很多 堪蒙塔纳好可惜 堪蒙塔纳非常非常好的血厂 很多在瑞士 在苏黎市生活的人 也都会去买这个Magic Pass 国内的2022也非常划算 几天的万龙的天票 就相当于它的价格了 但是去年因为疫情的原因 有些朋友刚开卡就结束了